说起欧洲国家,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自由、福利好、舒适等等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位于北欧的丹麦。 丹麦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,国土年积四万平方千米,人口数量超过五百万。 总体来说,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。 我们首先认识丹麦,可能是通过那个构建童话世界的安徒生,但丹麦就像现实中的童话世界。 不过,童话中的蓝天白云在丹麦很少见,这里几乎只有一个季节,那就是冬季。 由于国家所处位度比较高,丹麦一整年的日照时间都非常有限。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 但是丹麦人却早就适应了这样的生活。 因为阳光太少,他们更加热爱户外运动。 即便是刮风下雪,也能在路上看到怡然自得的丹麦人。 哥本哈根作为丹麦的首都,整体城市面貌并没有太多的现代化气息。 反倒更像我们国内的小县城,大部分县住都在四层以下。 丹麦的街道一般都是双向单行道,整个街区看上去比较稀疏。 给人一种人尽稀少的感觉。 这样的环境,往往很适合生活。 国内竞争压力也比较小,要不然怎么会说欧洲人幸福指数高? 如果你花一段时间,特地去丹麦生活,你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丹麦。 丹麦的福利制度相当完善,几乎是做了承包了国民的一生。 比如丹麦的教育,从一个孩子出生到成人,所有的教育成本都会被政府包揽。 即便是一些兴趣般的学习,国家也鼓励支援,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补贴。 除了教育方面,医疗住房卫生各个公共事业领域,政府都非常重视的。 不得不感叹一句,生活在那里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。 除此之外,丹麦的日常生活,是有很多便宜可以占的。 比如去到银行,可以喝免费咖啡。 就算不办理业务也可以喝。 坐地铁的时候,可以免费看报开杂志。 去图书馆听讲座会免费提供三明治。 丹麦人也是非常诚信,互相信任的。 很多便利超市没有收银员。 自己挑选标价的商品后,扫码付款。 店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。 在这样的情况,人们反而更加遵守规则。 因为道德的准则要比明文规定更加约束人。 更何况他们生活水平那么好。 也不屑占这点便宜。 走在丹麦的街头,你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丹麦人,都是自己国家的代言者。 如果你和他们攀谈,他们绝对会借机告诉你丹麦的农产品多么绿色安全,水源多么优质,社会治安多么的好。 可见人民的生活,确实非常自由而幸福。 丹麦的国家历史很单一。 社会矛盾相当少,而且几乎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,或者自然灾害,加上国内始终保持住相近的收入水平。 人们贫富差距不大,所以也就没有攀比。 总之就是一句话,丹麦人真的生活得很幸福。 点赞UST